卡瓦格伯还是保持着他高贵的神秘 这算一百分之一的缘分吧 他真的就很像一个不怒自威的天神 就静静地住立在那里 凝视苍生 去年同样是站在飞来寺的观景台 面对着梅丽雪山 我分享了这句话 一年前的日照金山 只留了小小一脚给我 今年我再一次站在了卡瓦格伯的对面 人们期待美好 并经常把美好寄托于本就是美好的事物上 在卡瓦格伯的对面 当第一缕金色的阳光照向山头的时候 大家的心愿也随着金光 一同融进了这座神圣的雪山 一直到现在 卡瓦格伯还没有任何人可以登顶 他从未眷顾过任何 试图征服他的攀登者 千百年来 梅丽雪山就这样矗立在远方 凝视着黎黎苍生 前程 敬畏 这是人与自然 共存的法则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服ak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